马来西亚华人不忘在清明节扫墓机组 清明节在马来西亚也不是公共假期 在马来西亚 华人的公共墓园一般叫做异山 因此当地人常说清明节要上山扫墓 或者直接说摆山 清明节当天 拜记者先将坟墓打扫清理干净 然后摆上鲜花 水果等 再点上一炷香 寄托埃斯 缅怀仙人 由于记组一一重大 大马的墓园及异山 大多在郊区 所以大家会发现 清明节前后的周末 墓园一山都会大塞车 因为大家都选在同一时间计组 怎么可能不交通阻塞呢 其实 清明节前后的14天都可以上山计组 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一家大小的吉日上山计组 就不一定要选在清明节正日当天 这样就可以避开扫墓的高峰期 避开大塞车了 扫墓吉日表仅供参考 切勿迷信 清明却是几足扫墓的余子 即前面来啦啦 人们在这个激情精明的阶级中 平行记忆之一力的吹软火动 2022年扫墓吉日表就混往生三年以上 两立日期 3月26日 4月1日 4月3日 4月4日 4月5日是正日 4月7日 4月10日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4日 以上是2022年扫墓吉日表 但是4月2日是大凶不宜扫墓 如果您喜欢这视频 请订阅 爱赞与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谢谢